记者同晚新台北报道,前总统李登辉昨日在台湾只有会上表态力挺柯文哲,并质疑民进党没有适合人选参战台北市,表态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的立委姚文至今受访时笑称,老先生的意思应该是,如果民进党没提名人,他只好做出这个选择。 姚病说,老先生年事已高,不清楚市政情况,他认为只要民进党提名人选,李前总统就会有不同评价。 姚文至今下午被媒体问及前总统李登辉支持柯文哲,是否让民进党相对处在尴尬窘境。 姚文至替李前总统缓夹,表示民进党还没提名,可能因此造成老先生认知上的误会。 他认为民进党不是没人,而是人才积极,为了不要再让外界误会,呼吁民进党应尽快确立提名机制。 无论是协调对话或辩论民调都可以,是民不明确,犹豫的状态就会解决。 姚文至说,他不认为绿营会因此出现分歧。 李前总统的这句话意思很清楚,就是希望民进党赶快提名,确定提名人他。 李登辉就会有不同评价。